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谈一个 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民进党它的本质 以它的策略到底是什么 我们知道当1991年 民进党把台独作为它的党纲以后 其实民进党就注定了 它是以追求台湾分离主义 作为它这个党的最核心的一个政策 那当时的策略是希望能够正名自现 也就是希望能够正名叫做台湾共和国 已经制定一个新宪法 当然我们知道这样子的主张 其实会给台湾带来灾难的 那民进党也的确 这个主张也得不到台湾老百姓的认同 那一直到了1999年 因为2000年就要大选了 这时候民进党调整它的策略 就是从早期的正名自现 我们把它叫做一种所谓的显性的台独 就是摆明了我要走台独 那1999年通过台湾前途决议文 把它变成一种隐性的台独 怎么叫隐性台独呢 他就说我现在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了 只是我目前的国号暂时叫中华民国 也就是等待未来实际成熟以后了 它再变成一个台湾共和国 那当然2000年陈水扁执政以后了 我们知道在2002年的时候 陈水扁就开始走向一边一国这个道路 那两岸关系当然也就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特别到了陈水扁第二任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由于贪腐的事件 贪腐的事件呢 其实造成台湾社会非常大的一个民怨 而陈水扁那时候策略了就有项更激进的这个台独 包括他主张用公投的方法要进入联合国 整个这个做法呢 其实又引起两岸很大的问题 我们这样讲呢 就是陈水扁他又回到了所谓一个显性的台独这个路线 当然在这样子情况下2008年是马云九先生执政的 那一直到了2016年呢 蔡英文又上来了 这时候民进党呢 是汲取了陈水扁的教训 所以蔡英文呢 又采取所谓的一个隐性台独一个策略 那做法方面呢 就是走柔性台独 也就是慢慢的做 那在整个策略上呢 就希望透过这个文化台独的方式 在文化的认同上来切割两岸 我们知道其实两岸现在的认同的断裂程度 是非常的高的 那民进党认为说 这个两岸的认同越断裂 其实对民进党是越有利的 所以民进党的整个一个隐性的台独路线呢 就是简单来讲 就是走文化台独 那走文化台独的话呢 就是要切割两岸的认同 那怎么去切割对民进党来讲 这是从这个李登辉开始就已经建立了 包括陈水扁 到了这个蔡英文继续的落实 也就创造一个所谓用多元来解构一个台湾的 整个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一个价值 各位我们都了解说 其实台湾社会我们毫无疑问的 我们都很尊重所谓的多元 但是再多元的 它毕竟有一些核心的信仰 就像美国 我们也认为它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可是美国这个多元的社会 对美国来讲 它毕竟是一个基督教文明 作为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精神 可是民进党所采取的策略就是强调所谓的多元 这个多元看起来它的讲法就是说 台湾其实包括原住民 包括汉人 包括日本 甚至还包括西班牙跟葡萄牙 或包括美国所融合出来的多元 这一点我们当然不反对 可是我们毕竟要了解说 台湾整个90% 其实我们所受的还是中华文化的影响 换言之这个多元应该是以中华文化为内涵的 或者为基础的这么样一个多元文化 可是民进党的做法不是这个样子 包括我们看到蔡英文上任以后 做了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去年520一上任以后 就把马英九任内没有执行的客观围条 整个给他废掉了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我们又看到了 就是说最近已经不是在高中历史课本 要去中国化了 而连中国史都要把它拿掉了 中国人一讲一句话说 王岐国必先王岐史 当台湾的年轻人不读中国史的时候 请问一下怎么会对中华文化 对中国史有认同 第三个就是他的语言政策 他要凸显整个地方方言的 他的重要性 来减低我们的国语 他的一个所谓的重要性 第四个就是我们最近看到了 把这个高中生的国文课本 把这个文言文也做大幅度的一个删减 甚至还增加了一些 在某种程度上 他其实他的文学素养 并不是非常好的一些文章 所以你看通过这个四个途径 其实他用的同样一个理念 就是所谓的多元 要多元来解构一个 用中华文化为内涵的 这么样一个 我们所赖以生存的 这个中华文化的一个基础 那民进党的如意算盘 就是说时间拖得越久 当台湾的小孩子 在认同上跟大陆 都完全不一样的时候 那当台湾人觉得说 我跟中国大陆 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时候 那就是台独 已经累积很好的 所谓的资源 那就是从量变 到质变的这么样一个过程 可是各位想想看 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太天真了 台独真的会成功吗 其实包括美国跟日本 他们都不支持所谓的台独 他们还坚持 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 而这一种所谓去中国化 去掉核心价值信仰这个策略 它唯一可能得到一个结果 就是让我们的年轻小朋友 将来缺少中华文化的认知 对中国使得不了解 这什么 这也代表了我们失去了 我们在国际社会上的竞争力 各位要了解 文化是所有问题的一些核心 没有文化 你其实你就不可能创造出 很美好的文学的作品 你的艺术品也不可能成为 指亚洲或者华人世界的刘尔 可是今天的民进党 为了它狭隘的意识形态 它是去中国化 用各种的方法来创造 所谓的 它所谓的一个台独的 这么一个可能性 但是我必须要讲 今天民进党的所作所为 其实它是在害台湾 它这一种去中国化的做法 只会让我们的年轻人 减少它的竞争力 而对台湾未来安全 也没有任何的帮助 我个人是非常遗憾的 我也希望民进党能够悬崖热马 但是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也希望 更多的有志之士 能我们一起努力 避免这个文化的浩劫 在台湾发生 避免台湾走向文化的悬崖 谢谢各位